臺灣農社不農用的亂象持續已久 不僅有改建豪宅或是工廠 立委陳娇華去年四月就揭露 全臺有超過六百間的超商 門市土地使用分區違法 像是屏東墾丁國家公園範圍內 就有兩間的農社違法經營的門市 但是主管機關縣政府 還有墾管處等單位 卻到去年底才現刊開罰 讓立委認為有行政怠惰致嫌 平一百五十三縣市屏東恆春通往墾丁後壁湖的交通要道 常有遊客經過 放一望去附近能覓食的 只有這家7-11 白沙灣門市 但他卻是以農社違法經營 是否違法經營遊客認為對自身影響不大 立委陳娇華去年四月揭露 全臺違法使用農地或林地蓋的超商門市 有六百家以上 四大超商皆有 肯定國家公園範圍內就有兩間 7-11 白沙灣跟後壁湖門市 復查 人未改善 因此以以建築法開出第一張處分書 除以六萬元罰款 後續人未改善 將依相關行政程序 聯繫加以裁罰 並逐次加重其罰員至三十萬 更換處去年底派人勘查後開罰 屏東縣政府也確認兩間超商 都不服農用資格 要求限期改善 但揭露超過八個月後 政府才開罰 且要三個月後 人不改善才斷水電 讓立委認為主管機關有行政 帶財之嫌 立委認為農委會因查核各地農社是否落實農用 針對違規使用者盡速裁罰限期改善 並造冊列管追蹤 才能改善並遏止臺灣農社不農用的亂象 記者陳懷孟昭全屏東報導